年龄变大对于女人来说真是一个致命的伤害 18岁还是花季少女 转眼间25岁就要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26岁以后就称之为圣女了 七大姑八大姨凡事能动用的 估计都被你操心的老妈拜托了个遍 我们家孩子还没对象呢 有合适的一定介绍介绍 阿雅今年27岁了 之前自己也谈过几个对象 但是都没有和父母说呢 两人就不合适分手了 看到别人被吹婚 她暗自庆幸 自己的父母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 给她戴紧箍咒 谁知道今年春节过年回家 中午吃饭的时候 一向不善言辞的爸爸说 丫头今年不小了 你张叔叔都和我说了好多次 他家有个亲戚不错 言辞话见个面看看吧 她也在上海那里工作的 阿雅听完一口饭差点喷出来 没办法 因为父母亲在家中一直都是这样 一般不说什么 说了就得照做 阿雅点了点头 说了句 知道了 年初二见了面 互相交换的联系方式 之后迫于无奈 在一起吃过两次饭 貌制双方对彼此的感觉都那样 没什么特别 也不讨厌 假期终于结束了 阿雅以为回到上海就解放了 过段时间给父母说 觉得不合适 这件事就轻松解决了 谁知道这个男的回到上海之后 态度变得特别热情 总是电话问候 微信聊天 不在一个区 经常周末约吃饭买礼物 追求的十分猛烈 没多久 两个人同居了 租的房子不大 每天下班回来都温馨得很 可是男的和阿雅说 这件事先别和父母那边说 过年回去直接告诉他们 要结婚算是惊喜了 可是好景不长 一段时间的同居 让阿雅觉得 他们对待很多问题上 有不同的观点 争吵以后 他来认错态度诚恳 可是原谅以后 还是会犯同样的错误 于是决定分手了 可是分手没多久 他竟然怀孕了 发微信给这个男的 问他怎么处理 这男的直接回了句 分手你也不吃亏 至少我让你爽够了 看到这些话 悔恨的泪忍不住留了下来 阿雅找了自己的闺蜜 一起去做了人流 从此以后 她的性情大变 不再相信男人 可很多追求她的人暧昧不明 甚至可以玩个一夜情 然后把男的甩得远远的 闺蜜看到她这个样子 既心疼 又想给她两巴掌 恨她不争气 女人一定要懂得爱惜自己 不然永远找不到 真正的幸福快乐